像越來越多人開始做播客了 因為它上手容易 你只需要一台電腦還有話筒就可以了 在你做做播客的時候 也可以隨心所欲沒有太多的限制 對於聽眾來說 他們可以邊走邊聽 不需要盯著屏幕 還有點很重要的就是 你現在可以通過發布播客去賺取收入 這期影片會展示給你 如果使用Kajabi去創建還有發布你的播客 或者說你現在已經在做播客了 你可以從其他的平台上面 就快速把你的播客轉移到Kajabi上面 我是Gra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的運營 流量邊線以及網路創業內容 我每次會分享三部影片 隨便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裡需要提醒一下 在影片的下方 我會有提供Kajabi30天的延長免費試用期 通常在Kajabi公開上面 只提供給你14天的免費試用 這樣你會擁有更多的時間去建立你的播客 並且了解Kajabi其他的功能 現在我進入到了Kajabi介面裡面 在這裡面需要選擇產品選項 你可以直接選擇這個Podcast 或者說這裡面有選擇創建的產品 然後選這個Get Started 就會進入到這個介面裡面 這裡面你可以找到4個產品的分類 第一個是線上課程 第二個就是播客 第三個是社群 第四個是一對一單獨教學 這裡面我們選擇Podcast 它主要功能就是你可以上傳的播客 上傳語音的文檔 然後同時發布到主流的播客平台上面 像是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都是可以的 然後你有自己的播客主頁 你可以查看到你播客的一些數據 並且可以設定一下你的播客是付費的 我選這個Get Started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創建新的播客 或者說你在其他平台上面已經有播客了 你可以選擇這個選項 Import Podcast 這可以從其他的平台上面導入到Kajabi平台上面 我首先展示你能夠創建新的播客 在選擇這個選項之後 我選Continue 接下來需要給你的播客去創建名字 在右邊就會讓你看到你播客史記上面的樣子 接下去加入播客主播的名字 然後給播客加入個簡單的描述 你可以看到我加入的信息全部都會展示到這裡面 然後接下去你可以看到 它會讓你設定一下你這播客是公開的還是不公開的 所謂公開就是任何人都是能夠免費去聽的播客的 如果想讓你播客進行收費 你就可以選擇思想 然後通過Kajabi裡面的設置去收取一些費用 只有付費的人才能夠聽到你播客 這裡面有選擇公開的 然後選擇Continue 接下來我們需要選擇播客的語言 這裡面我們就選擇中文 然後就要選擇播客的分類 然後之後它會讓你選擇一個播放順序 如果你選擇這個選項就是按照最新的排列 最新的會在最上面 最老的會在最底下 或者是你的播客是有季節性的 它的排列順序就會變為最早的是在最前面的 然後選擇Continue繼續 接著可以加入一些你品牌的元素 比如說你播客首頁上面你要用什麼樣的品牌色 比如說我選擇黃色 然後需要選擇第二顏色 比如這裡面我選藍色 下面就可以看到這就是我品牌的播客頁面了 接下去你是要上傳一個你播客的封面 它的尺寸是3000像素乘3000像素 然後是JPG的格式 這個是你必須要上傳的 這裡面我就上傳一個播客的封面 然後選擇Save and Finish 像我就創建好我的播客了 這裡面就可以選擇這個New Episode 就可以創建我的第一集播客 我可以選擇第一集的標題 然後選擇種類 如果是正常的播客就選擇Episode 如果是附加的播客就選擇Bonus 如果是預告片就可以選擇Trailer 如果你播客有季節性的你可以選擇Credit Season 這裡面是你播客的描述 你可以告訴你的聽眾 這集播客是講關於什麼的 然後一些重要的鏈接你可以放到這裡面 這裡面可以上傳你播客的音頻文檔 你的音頻文檔最高是250MB 必須是MP上格式的 然後選擇這裡就可以上傳了 你可以從你本地上傳 或者是使用其他的像是Dropbox Google Drive 或者是直接貼上鏈接都是可以的 然後選擇這裡就可以創建完成播客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就創建了第一集了 它的狀態是還沒有安排發布的時間 如果這一集發布了 就可以看到這個是發布的時間 然後會是這集播客它的長度 這裡面會展示有多少人下載了這集播客 然後可以點這個三個點標誌 我可以選擇這個選項去編輯這一集的細節 這可以看到會來到這個頁面裡面 可以更改這一集的信息 可以上傳一下這集播客它的字幕 然後你可以查看一下這集播客它的數據 這上面可以讓你選擇時間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時間 比如說過去7天 過去30天 過去的一個月 然後就可以查看到每一天它的下載數 還可以查看到一些別的數據 比如說聽眾是從哪個APP上面去聽你的播客的 他們使用了什麼設備 他們的設備系統 並且你聽眾他們來自哪些國家 底下會展示給你下載量前10的播客 然後可以查看一下其他播客平台上面他們的數據 然後可以選擇這個preview 就可以查看到這一集播客它的頁面 然後上面你可以看到也會有些選項 當你播客級數越多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這個分類 比如說你可以按照最新的分類 或者按照最老的分類 最近上傳的分類 然後按照字母的順序進行分類 都是可以的 或者說這裡沒有搜索欄 你可以輸入關鍵字 就找到你想要找的播客 在這個上面還會有些選項 比如說我選擇這個distribution 這個選項就是能夠幫助你的播客 去同步發布到這些主流的播客平台上面 像是Apple的Podcast Google的Podcast 和Spotify等等 然後這些平台的所有的播放數據 都會集中到Kajabi這個平台上面 但是第一步就是你需要連接到這些平台上面 你就把你Apple Podcast的鏈接去複製到這裡面 然後上傳到Kajabi平台上面 如果需要幫忙你可以選擇這個人號 這裡面會展示給你具體多的操作 比如說你首先需要複製這個鏈接 然後粘貼到Apple Podcast裡面 最後驗證就可以了 這三步非常簡單 其他Google的Spotify的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裡面就是剛才展示的播客數據 最後一個這個就是設置 你可以調整剛才做出來的設置 然後可以選這個眼睛的標誌 就可以預覽我播客的主頁了 然後這個New Episode 就讓你創建新的播客 跟剛才一樣輸入信息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學會了 使用Kajabi去創建的播客了 別忘了去通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獲得Kajabi30天的免費試用 Kajabi的功能遠遠不止這些 它是一個一體化的網路出現平台 你可以通過這播放的列表 去了解到其他功能它的具體展示 如果你覺得這些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做這部影片點個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G能夠好友更多互動 那麼下期影片再見拜拜